现在大叔来一点帅气的东西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呢 唐大叔不讲车 因为如果是有关注唐大叔的朋友 最近也发现了 唐大叔怎么没有上传呢 因为呢 唐大叔也跟咱们很多朋友一样 都有强迫症 之前有朋友说 这个视频太陡了 所以唐大叔呢 试了很多方法 那之前买了这个东西 上一期做的时候就有人说 已经这个视频效果好多了 但是呢 我们不能满足现状 对吧 还要更加的这个努力 所以呢 做了一些研究之后 唐大叔就准备买一个这个 因为我 唐大叔夜纸也是玩摄影的 那我觉得未来 真的是手机 特别是视频方面 当然 这个微单也好 但凡也好 如果你是要拍照片的话 可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最主要的是它这个抓拍的能力 这方面 手机可能还赶不上 但是视频的角度来讲 从我自己用一些全服的 像加能6D我一直用 也用过索尼微单的这个A6000 α6000这个都用过 我发现这个在视频方面 其实现在我用的是这个iPhone6 Plus 6S Plus 它的我不知道锐度还是 只要光线好的时候 颜色色彩也比较准确 而且锐度一些东西非常好 而且还可以拍4K的对吧 4K的 我没有试过这个过热的反应 这些到底一下可以拍多久 但是现在很多相机 像新出的有4K能力的 Apha Sony Alpha A6300 好像只能拍五六分钟 然后再往上面的话 要拍4K 不可能去买这个加能1DX Mark II 那个差不多八九千块钱 光一个机身 那为什么不拿手机呢 手机的一个问题 当然包括这个微单单反 或者甚至专业的相机像 Red那种专业相机 它都是有这种 Stabilization或者防抖的这些东西 后来看了很多之后呢 我确实也是在YouTube上一些 对这些所谓3X 就是3D吧 三个方向可以稳定的这种Gimbal 发生了感兴趣 看来看去我觉得确实是可以让手机拍视频 达到另一个高度 所以呢我就定了一个 好了说多了 今天我就做一个开箱给大家看看 然后等一会儿 或者说以后这个唐大叔做的视频应该会更好了吧 有了这个以后 如果大家看出区别的话 也记得给我鼓励 有了这么一个小神器之后 我相信以后做视频的动力就更大 我也想做一些介绍车以外的视频 好 今天主要是开箱 顺便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最近这个视频做的少 然后呢 嗨嗨 来吧 不说那么多了 开始拆吧 好的 今天我拿的这个呢 是智云 专业的 3D的这个智能手机的 稳定的这么一个小工具 这个呢 好像出了最新的 但是我喜欢 哦 这是最新的耶 天呐 我之前订的还是 我等我拆开看看啊 这里是个扭线的 原来是个上下左吧 三个东西 哇 难道把新的给我了吗 刚刚我还说呢 我订的旧的我也蛮喜欢那个 但是他就给我新的了 可 看到唐大叔这个吉普啊 如果喜欢的话 看看下次大叔要不要做个giveaway 送大家一个这个吉普的小刀 哎呦 难道是新的吗 让我看看 暴力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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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shit 对不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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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现在中国真是 对咱们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现在东西做的越来越好 啊 打开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哎呦 这个东西蛮舒服的 两块电池 好 咱们中国的产品 真是我伟大的祖国志云 看到中文真亲切 说明书 一会儿可能会用的 先不 感谢卡 志云会更努力 好加油 如果用的好 我一定会那个 哦 顺便提一提 今天我用的是4K拍的 所以 不知道我也没试过去 这个 后期4K的 不知道电脑行不行 这个电话拍的倒不怎么吃力 哎真的 现在电话 嗯 真是做得越来越好 warranty 不管它 终点的东西来了 等我赶快看看 哇 天呐 这真的是新的耶 天呐 他把新的给我了 我之前还有点小羡慕 是新的 会不会这个 更好用一点 好 先不管了 先把它放在边上 还有这个 唐大叔今天没有用广角那个 哎 我换上广角现在 嘿嘿 唐大叔回来了 现在换上广角 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一点 那刚刚我没有用 是因为把盒子变形太厉害 这个也没办法 但是 这个二十几块钱 有三个 小广角东西的 这已经很好用 啊 这是充电的 还有连电脑的 然后就我之前说的 如果这个东西发现 用上去还是不稳的话 它可以去做调整 一个是在电脑上调 一个是直接机器上要调 啊 这是个什么东西 一会再说吧 啊 充电器 充电器 电池 电池呢 据说啊 我自己用过之后 回头再跟大家汇报 但是网上看评论的话 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连续用 可以用到这个 所以这是最主要 唐达叔买的原因之一 一个是他可以自己调 如果不不稳的话 一个就是电池 他们说这个 battery life 特别久 所以一会咱们试试 哎呀 看了还得看说明书啊 还是不看说明书 试试看 太好了 还给我的新款 哎呀 咱们中国淘宝卖家太棒了 这个是 counterbalance 因为我用的是6s plus 所以plus这些大的手机 大屏幕手机 都要用到这个 加的重量 这样才会平衡 其实我网上也看过人家了 那我就凭着记忆 诶 这已经加了一个了 至于 反正他们说一定要加 先加上去再说 那我至于不是看不到 还是他已经加了一个 没有 这样弄得大家会不会看不清楚呢 好吧好吧 这小电子 我先这样子 先把电池装上 对啊 他这些后面 哇 真的做工不错呀 这个手感 全是金属的 而且重量还可以 哇 好棒 新款的 好给力 怎么拧开呢 嗯 嗯 怎么装呢 哎 看看说没说吧 因为背景比较暗啊 哇 真是感觉不错呀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从那边上 那就凭感觉 凭感觉 如果不亮的话 那就是上发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子 后面这个头是这样 做工真不错 手感摸上去 大家可能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它是全金属的 然后这种是比较光滑的 这里拿掉背景 可能会看得清楚一点 不好意思 因为我这个桌子也是暗色 摸上去都是光滑的 然后在这把手的地方 是像那种磨砂处理一样 手感真不错 那我现在先把这个重量加上去 转上去也很顺 现在问题来了 我电话正在拍 我怎么装上去 好吧 那我现在大叔把手机换上去 刚刚这个现在来到室外 去室外试一试 刚刚玩了一下之后 我基本上和我的期望值差不多 甚至超过我的期望值 这个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算走路的时候 那种震动应该是很不明显 如果大家用手机拍过就知道 那基本上它说有三个模式 我看了半天只试出来两个吧 但是觉得已经够用了 特别是第一个模式它是可以上下动 现在我找一个背景漂亮一点 大家也看到了左右的话就是用这样的控制 上下呢 在第一个模式里面上下可以 因为这是一个轴的 所以你看我动得快慢呢 它的速度是会有影响 但是基本上都是比较平稳 那我现在用在前面的镜头 左右呢 等我人转的时候 或者下面这个转 也是非常的平顺 现在我换到前面镜头 我现在还在第一个模式里面 基本上就是对着前面 不管我的手怎么动 它基本上就对着前面 那走路的时候 这种震动基本上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基本是挺很平稳 那就算跑的 跑起来呢 现在唐大叔跑了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 还是很平稳 那就可以做出很多很漂亮的效果 像这样子 那现在可以很低 配合一些上下的动作呢 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 你想要的一般这种镜头 变得就是左右 Tilting和Panning 大概是 就是XY的这种动来动去吧 非常的好 来点creative 现在大叔来一点帅气的东西 刚刚那随手一弄一个小短片的感觉 就已经原来用微单或者单反的时候 打死也做不出这样的效果 所以还是超级给力的 而且这样做这个Vlog 这个视频博客的东西也很好 今天我跟大家来到的是 漂亮的温哥华的其中一个小小的地方 这是一个湿地 现在到了候鸟 应该是算是回来北方的季节了 因为夏天了 唐大叔要把眼睛戴上才比较酷帅 Oh no Oh really Oh shit 眼睛好像放在车上 不管它 我想一想前面有个小湿地再远我也走不动了 要回去吃饭 但是试一试这个 会感到我的震动吗 我仍在动 镜头没有动对吧 挺有意思 真的是好用的 后来我又上网看了一下 智云 好像 是台湾的公司 还是中国的呢 我看到好像是台湾的耶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只要是亚洲人嘛 都是中国人 这个只要是中国人现在开始创新 开始统治世界就可以了 其实在国外的朋友看得比较清楚 国外是有创新的地方 也有创新的公司 但是中国人多力量大 而且重点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代工的经验之后 慢慢的在很多领域 特别是电子 有点像以前日本一样 充满了创新优秀的产品 像现在特别是音响方面呢 职能手机的配件方面啊 甚至视频方面呢 是不是无人机的那种 Drome的这种创新上面 中国已经遥遥走到前面了 或者我们亚洲 前面有个好拍的东西 等我转到4K线 现在我是用我的左手在拍 其实如果我要刻意弄得平顺一点的话 非常的容易弄得很平顺 而且我左手 刚刚转的有点急就过了 但是 哇 手持的话已经震到不行了 画面 真是 都不用多说 真的好用 而且做工摸上去 就有点像最早 大家第一次用苹果 对吧 没事就喜欢摸苹果手机的背后 滑滑的那种感觉 摸出感情 这个也是一样 拿在手上 真是感觉很顺手 好了 终于来到我今天的目的地了 哎呀 这字怎么念的 Serpantin 让我 Tilt Serpantin Wild Area 这个地方呢 就是后鸟 后鸟会住在这边的一个湿地保护区吧 我觉得这边很漂亮 所以今天可以来这里试一下 现在我走路的时候 手呢 左右不小心都会晃 上下也有一点 但是完全都会被这个给在这个Gimbal的帮助下 安全呢都没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模式就是很好用 那我试试第二个模式会怎么样啊 第二个模式理论上呢 它会随着我动的方向来动 这要有点第一视角的感觉 因为刚刚那种模式呢 左右动的时候可以 但上下它就不会动 所以呢 这个有点跟着我的视角 就是这个小鸭子 哎 我去 哇 拍到了 一不小心拍到我想拍的 现在按一下又回到这个模式 这样的话让我更好的 就可以控制这个 漂亮啊宝贝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小鸭子还有点少呢 现在 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来到这个地方 有水有什么的 在这种时候 如果有几天用手持的话 晃起来真是没法用 现在不光我手怎么动 大概它都 而且我现在换手 左右手也都影响 没有影响 一样都可以很好 好 经过测试之后呢 大家应该有个体会 有一个感觉 大概这个 确实对帮助 手机来拍视频 帮助非常大 以前用 专业相机对吧 才能拍出专业效果 现在用手机 可以拍出专业效果 以前用 比相机还要贵的成本 才能达到那种 所谓的丝绸般的顺滑 Silky smooth 这种camera的movement 现在完全用一个 当然这个也不便宜 但比起大家只要知道那些 其他的什么Glycan 那两千四千 那都是算便宜的 再贵的多少万 比相机还要贵 才能达到这种 在动态中的平顺 所以 这个小东西真的不错 以后要多用它 拍点视频了 也可以走来走去 以前不敢走来走去 因为 太晃了实在 多漂亮啊今天 长大师傅 还是有点摄影底子的 在selfie模式的时候 上下就反过来了 这个轴 你看多漂亮 等我用4K拍一点 大竹 大odore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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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嗨 大家 哎呀 真是一不经意水手就可以拍到好东西了 那小狗狗自己就出来了 但是大家看看现在这个风景这么漂亮 就算我跑动的时候 跑 大树跑 一边跑还可以一边上下动 调整这个构图 太好玩了这个东西 太好玩了 左手又晃没问题完全 又有狗了 偷拍一下 哎 哈哈 嗯 芭比 哦 真是不错呀 宝贝 啊 今天不错啊 有些很配合我工作的这些小动物 而且第一对情侣 哎 咱就不研究这个东西了 你看多好 之前 在YouTube上看了很多讨论什么 是最好的这个Vlogging啊或者什么的相机啊乱七八糟 唐大叔也是看了很多 之前也已经在玩单反的时候投入了不少钱和这种学习 但现在如果 完全这个初学者就可以做到这么平顺的video 而且手机的效果 锐度 还可以拍4K 手机才多少钱呢 虽然手机不便宜 对吧 iPhone 但它除了电话和其他的功能 还是个这么好的相机 当然我也听过最好的 目前最好的相机可能还是有些安卓吧 是不是啊 LG啊 Sansom都不错 但风格问题 它们有一些是 自动加了锐度和这个 色彩 色彩 就是比较鲜艳一点 iPhone可能更自然一点 毕竟我们还懂一点点后期嘛 可以去弄 但是一个iPhone的这个电池时间也是很厉害的 其他的一些这个微单 甚至可以拍4K的这种单反 单反买好 还要买镜头啊 买了镜头 还有其他的 那我现在这个所谓的setup 看一下 iPhone 这个gimbal 还有这个 radio mic pro 啊 不叫 这个叫什么来的 RAW的那个 RAW的那间澳大利亚公司出的这个 LAVALIR MIC PRO 就是 LAV LAV MIC 哇 这英文太烂了 我就不说了 就是RAW的 我回头放个链接吧 那个Plus 第二代的那个 也就是这种小 小的这个 这样声音大家也可以听出来 比起我早期做的时候 声音应该好了很多 一直是这个 人的声音是在 像麦克风前面吧 离你很近的 而不是忽远忽近 所以呢 太有意思了 这东西 大家想拍电影 微电影 或者什么东西 都可以用的 完全这么一套 加在一起 2000不到 而且 所有旧的手机 也可以拿来用 我之前在iPhone5上面 小试了一下 发现效果也不错 好 现在再拍 我回来想到一个问题 因为今天网站上 不去它那个 智云的网站 所以没办法升级 固件 好像升完结完固件之后 会更稳一点 但我觉得第一个模式 还有现在这样用 已经非常好 所以没所谓 回头再说吧 好 对于今天这个小玩意儿呢 非常的满意 讨大叔 所以呢 现在 外景拍完了 回家吃饭 哎呦 这是不是有点风大 所以外景拍完了 回家吃饭 嘿嘿嘿嘿嘿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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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 结束 回头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哦